哦,真的耶,真的是人耶 谜底揭晓,分射背包被越台中高清照曝光 近视造型气球 一位离世民众5月10号在社群网站PO出一段15秒影片 影片中一个小小的人形飞行器 由左至右慢慢横略天际 从下方录出了建案超大型广告招牌 及建筑物研判 拍摄地点应该是在台中市北屯区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鸟人火箭兵 国军测试备形装备 大陆统战新招式 大陆被过来投奔自由的 霍格华斯的学生 网友的想象天马行空 还有人猜这是国外早就有的喷射背包 应该不是这个喷射背包 喷射背包它会有非常高噪音的喷射气流 因为它是类似喷射引擎 所以它一定会有非常强大的喷射气流 可是从影片上面看起来 它并没有那个强大的喷射气流 一般喷射背包必须跟人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可是从这个影片上面看起来 它是有一点点分离的 新大教授断言 这百分之百是误会 绝对不是喷射背包 拍摄的人它毕竟是用手机去拍摄 它的聚焦不是很好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 背着一个喷射背包在飞行 这应该只是一种误判 如果它是分射背包的话 那它会是航空机的一种形式 要有所谓的试行鉴定 现在从设计制造开始就要有一直到它后面 开始使用之后的维护这些政客 从一条开始的初始试行 到后面的持续试行 它都应该要完备 国外的产品回到国内 它还是有一个国内的变成的过程 因为你要操作这一型的航空机 人员就必须要取得 跟这个航空机健身 不来对应的训练 而且还要取得相关的操作的鉴定证 给我先往掌握独家讯息 其实有民众5月5号就在台中市区 拍到钢铁人的人形气球在空中飘荡 比对今天引起轩然大波的 钢铁人飞越台中影片画面 人形动作相似度极高 有遥控飞行器专家也表示 影片中的人形飞行器 确实与钢铁人造型气球很像 但气球容易受到气流影响 不规则向下移动 影片中的人形飞行器 则背着十分平稳 研盘应该是在钢铁人造型气球 加装类似无人机的多权翼无双马达 在油控方式控制飞行方向 且多位专家已知认为 吨射背包较加含贵 且操作困难 台湾出现此种飞行器的机会不高 有民航局人员说 国内尚未核准 俗称喷射背包的器材 及操作人员等相关飞行 没法操作者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台湾并没有进口 或者是可以透过任何管道 买到这种喷射背包的代理商跟管道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喷射背包 动物新闻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